每一样当下主流的东西 物质或是意识形态 都会被时代更换掉 而时代更替又是一个大圈 当下备受追捧的不要得意 当下备受鄙视的不要失忆 被换掉到某一个时期又会被换回来 个人是没有办法追上时代的 所以人要做的就是 无论在哪个时代 只要认清自己喜欢的 取悦自己就好了 而且说不定你背道而实的出来的结果 又可以交给那个时代不一样的碰撞和矛盾 这对所有人 所有事物 所有世界 所有时间 所有次元 都是正向的 这个诗 我也不知道这算诗还是是什么 大家猜在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写的 反正我第一次看 我以为是那四五十岁 我以老头愚腐的那种老头写的 但是其实所写出这段话的人 会让你们大吃一惊的 就是一个小朋友 你成年了吧 我今年十三呢 青年十三就是让大家思考时代 我们今天的主人公是这个小朋友 看看我们艺术家除了写诗以外 开始弄歌了 给你这个课题是不是 现在是个啥 现场为拿艺术家 记嘴是艺术家吗 就是还是很V pop那种感觉 不是,我都知道你可能做不了hip hop的 我做得了啊 他说做得了hip hop 他还说hip hop很简单 我们看看有多简单 那我们先加一个转发来 你喜欢哪种的呀 有苦难 比如说你喜欢的感觉的鼓点 那就要一个BPM120可以吧 嗯可以 und 就是 给 好,有那味儿了 大事一点也不HEPP 不要再跟我讲HEPP两个字吧 我要翻点了,我要翻点了 我再做半天,你就是拿HEPP两个 没有,我没有说不好 是你说你要做HEPP,但是咱的确不HEPP 还是让弹幕来决定他好还是不好吧 我是从小学钢琴,我妈逼的 她弹古典,然后我就抄了几番 然后后来12岁的时候开始写歌 写什么样的歌? 写的,没有,我写的中文歌 我写的民谣 我一弹几番唱民谣 然后后来是到了英国以后 当时有一群在玩HEPP的朋友 他们就说其实你这个东西是可以做成Digital 就是可以做成数字化,然后你可以自己发的 他们就说好像有点刚好跳 还是因为你喜欢的吧 就是因为你喜欢他,你只能想做就做了 但是其实他还没有变成一个能养活你的份儿 所以他现在是一个服装店的店员 但是其实他打学好像学了一个特别恐怖的那种 听起来特别吓人 学什么关系? 国际交流 国际交流半天,然后交流到服装店去了 对 像我们这种老年人,小时候也玩过乐队 玩了三年啊 在这三年里以为自己会干这件事干一辈子 当突然有一天乐队成员相继的 因为现实问题离开了乐队 乐队解散了 然后你的梦就醒了 对 你觉得你自己会有梦醒的那一天吗? 就像我当时一样 我觉得我已经梦醒了吧 就是我在那个地方工作的时候 嗯 你其实就是在花你的时间去养你的梦想呀 嗯 就早就梦醒了呀 所以你会想把这事想的很明白 就是说啊 我不要把音乐当做一个职业去做 就是完全是还是出于热爱去做职业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我能够选择的事情 就你能控制的 就是你要不要做这个事情 那他到底有没有回报 或者说有没有物质上 或者说我们所谓的流量 对 有没有这些回报 其实是你控制不了的事情 就是他可能某一天会伤到 就是镜头前面的某一个人也好 就他可能在我看来 我看不到这样一个回报 但是对于那个人来说 他能听到我的音乐 他那一天就很开心 那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回报 嗯 我很好奇什么音乐人 或者说什么歌 让你觉得我要做这样的东西 初中大在听周旋的林俊杰 然后我就听 我就听张璇嘛 嗯 然后张璇说他喜欢拼Floid 然后就去听Ping Floyd 后面就打开了 我的新世界的大了 他明白什么叫音乐 是不是 什么叫音乐 他终于从流行乐 跳到下一个阶段了 就觉得当时才多少岁 我才16岁 15岁 所以第一次给我这种感觉的 是Namada跟Gunth and Moses 一样一样 差不多那个感觉 然后就不想上学了 因为那时候反抗了 就说Education 登登登登 就开始叛逆 逃学 晚上翻墙 翻学手墙 偷我老师的手机 然后把我老师的手机 没有我妈的那个电话号码 改成了同学的 然后用我同学的手机 给老师来电话 给完我自己请假 请个一个星期 然后你干嘛 我就出去 我就跟我朋友 都在这儿疯我了 就开始喝酒 就喝酒 几岁你就喝酒了 十里 后来就决定说要出国 就开始接触北欧音乐 一天就升天了 有点累死于两个课 对 就先从那个Pink Play的那个地域 开始慢慢慢慢 然后往上升升天 然后升到现在就开始明白 当时我妈逼我学普典的时候 为什么肖邦是好的 为什么德标系是好的 然后最近就开始 反而说是喜欢 我们五点音乐 然后就最近开始听Hip-Hip-Hip 大家都听Hip-Hip-Hip 看ASFRocky脸跟听Hip-Hip-Hip 是两回事 但是人家长得帅 人家做的歌也好 你有什么 Rocky不错 但是不能算到 我喜欢Tendrick的貌眼 这个可以 终于说了个有水准的人 我觉得前面说 hatten说那句 Hip-Hip part很简单 这句话我非常不认可 而且说实话就是像他写的那段歌词 我觉得如果他能静下心来看看很多歌词 好的rapper的歌词 他应该也能受到启发 也能受到影响 那到现在呢 讲就是新时代吧 唱的这些歌词也是 我有钱 我有钱 你的妞 你的妞是我的妞 你的钱也得变成我的钱 然后我又出了 天天拍酒 对 然后开车 特别无聊是不是 你知道天天在唱这些 就觉得 虽然可能这也是他们的真实生活 我跟你说这就是真实写 你作为一个搞音乐的 你把这些写进去 你的听众 你对你的听众 到底有什么启发呢 你就觉得你就赶紧嘴吧 这个就是像他前面说的 这个大时代所造成的 就是大家都不想那么静下心来去听 哦 这个人的歌词 到底在表达上吗 对对对 可能一个特别抓耳朵的hook 对对对 就够了 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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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完事了 但是我觉得还是友好的 这也是为什么 勇斯前面说 Kindra Bao我非常认可 这一点我还挺 我还挺满意美国人的 就是说你看美国 尽管他什么估计 这样的 不是说销量很高 但是能在整个音乐界里 受到最认可的 是像Kindra Bao这样 到最后他还是因为他有深度 他有音乐性 就是你比如说你的drum 多么好多么漂亮的一个drum 只要一个一直是一个loop的 只有一个小节的一个melody进去 就觉得很杀风景 但是Kindra他是有音乐性的 他会用到钢琴 很少有hiphop人用到钢琴 他会用到小提琴 会像一个音乐剧一样去排版 去编曲 看你说了吧那Rocky Rocky也没做什么事 Rocky就长得帅 就是有本事你也长得帅 就是天生的 对 这是两把事 聊了半天音乐 聊了半天人生 感觉像跟一个跟我岁数差不多的人 聊天差不多 不太像小孩了 Low lie 就我们的话来说是Low lie Low lie什么 Low lie就是 Low lie 看个Low lie以后还能聊什么 所以其实今天第一站是我们俩来看病 也能看上来病了都不行 所以才能走到一起录制这期节目 所以第一站我们是来看病了 没有没有 这儿 这儿不是远点 完全感觉苦难这儿一样 你看他这个门 就是现在的 其他男装比较多 但是其实我自己比较喜欢看男装 你平常会穿男装吗 我平常会穿男装 就是女生穿的衣服也不一定局限于女装 当然不一定 那你挑男装的话有什么技巧吗 肯定是 因为男装size都偏大 嗯 那就肯定要故意挑更大的 就是有一个oversize的效果 然后你可以搭一点你的女装 比如说我这个裙子 紧身一点的裙子 搭在下面就会要 你说他这种店 就外面也连个牌子也没有 这么大一个心疗 枕疗内科 要不是心特别大的人 到这儿估计有时候就走了 对不对 这哪能是个电影 这可能就是他们的concept 就是你要有心来逛的话 那是已经能找到的 哦 丑萌丑 丑萌丑 皮卡丘的颜色 皮卡丘 这是绿的 黄的呀 你看弹幕说这绿的还是黄的 我可没调色 这感觉是这个 这一定是黄的 这叫芥末黄 这是偏绿 它有个紫色 这围巾是吧 好看 好可爱啊 确实 哦这是个他这个明居的一个小阁楼 上面木架子全给挂上了这个亮衣超 超皮卡皮卡的 两面的颜色不一样 但是它号太小了 尽管都是卖古多 但是它把这些产品都是按色系版 这边都是白的 然后从里边见面 那边这边 不知道那边是蓝的 其实它是有特别讲究的去做这些成员的 我看他选的货就 比较符合咱们女嘉宾的喜好那种感觉 就是他们这些小怪物 可以先洗一下 靠上看 靠上看 这料子一看就便宜了 这个料子很明显是定处的 它是男装的 尺寸就好挺实 对 超高的 面图 一面图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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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穿大人衣 就是 其实挺好看 其实挺好看的 小泳斯说怎么今天人那么长 我说不是今天人少 我说是everyday人都这么长 可是现在你听我在元素说话 都感觉有灰音 真的没有人 这店铺关了一半了至少 曾经那么人气的一段 有没有一颗 没有啊 就是圆板 小大的 黑烟 我靠 这个就太帅了吧 熟悉了 这太臭流氓了 前面还有人发信息说我像 GANS 因为我老被这些臭流氓的款式所吸引 你要不要穿上去 我穿上去 穿上去 泳斯感觉应该带泳斯去逛童庄 你们看一下 母斯跟我站一起的这个大型Size的体力 原来高一头 你看这个 他都慢得多 你看这个小哥在脚哪好帅 嗯 他其实是为了男的而男的 他都不看见了 他就不看见了 这边是一种小哥的 这是这种小哥的 这种小哥的小哥 你看到没有 我们从大姐妹 有没有看到 刚刚的小哥哥 我会变成了一份 我会变成了一份 这是我们的小哥 这种小哥 这种小哥 这个小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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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好可爱哦 他怎么长得那么好看 他这刚才不是学吧 他从小哥 这个小哥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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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中国有关系吗 我中国有关系吗 我中国有关系 真的吗 我母亲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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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关键是有让你心动的单品 你就换 没有让我心动的单品 那我心动的单品 就是这个小哥 人家能听懂的 人家能听懂 他听不懂 为了礼貌才装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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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 这个小朋友 你好 我叫 T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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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学厢装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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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们来的目的就是加人医的后来 关键您不是来的医院 您已经写的是神推注 你们最有缘还是加个女人 这原来有一个特别传奇性的club叫Trump Room 不是特朗普 后来因为可能是黄菇 还要走走走方便原因 Trump Room不干了 但是Trump Room的老板 他一直都开着这家Vintage店 因为Trump Room当时在东京 属于一个打卡地方 所以所有有名的人都会来 Trump Room打卡 什么Lady Gaga 瑞哈娜 就是大家那种一天的那种 哇的那种艺人都来这 你怎么指个墙缝说有家店 这里这有啥呀 Let's go 你这去人家店还得跨个路追 Lady No No下去 啊 Dobobo 嗨 哇 这家店真的是 太秘境了 看看老爷子的收藏 看看老爷子的收藏 是不是特别有意思 是不是特别有意思 嘘 呦 呦 呦 哇 呦 120年前 120年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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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在我们上去大约去吧 我留在这边 你现在在看我的 我看他在看他的 我也好看 在80年代的老公都 因为我看得到 很像 我拍照 我拍照 好 如果大家还是想看女装方面的东西 可以弹幕告诉我们 还是你们只想看女朋友